看看 又嗨 大家好 我是甜一 我好像真的很少话未来的主题 最近其实我有尝试一些新的风格 挺有意思的呀 所以保留了这个方向 把它改成了没有这么散 大家随便都能画也能出界的妆容 感兴趣的话咱们就开始吧 要让我的脸色和这个手的颜色同意一下 我在这一边按这边的镜子就跟着我一起抖 换季了 Mac的这个粉底液变得感觉有点干了 这个已经被我挖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妆讲的是一个无眉星人的故事 遮瑕膏遮一下我的眉毛 专门用来涂遮瑕膏的 站一点 正着刷一刷 倒着刷一刷 首先要把眼眶的大致轮廓和结构塑造出来 然后再去上颜色 长一个大的锥形霜 尖叫卡诺女 黏着眼窝向前晕染 这一块去晕出来 向后晕染 飞起来 形成一颗碗的形状 眼前下面也是 这边也画成一样的 沾取羞绒粉 B-Mac的Omega 过渡一下阴影的这个部分 结构阴影的话 颜色不能这么亮 要让它上面都再灰一点 把这个阴影过渡到前面山根的这个地方 顺便带过一下鼻尖 这样斜着这样滑 然后呢沾取这个颜色 在眼窝眼尾的这个地方还有眼窝特别深的这个地方 眉毛时间抬起来 然后把这个眼窝露出来就可以了 两个凸起中间的这个缝儿 在那边找一个稍微细一点 在纸上面或者手背上面蹭一下 比较细的一条明暗交界线 加强一下它的舞台感戏剧感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蕴染一下 让它不要那么突兀 在这个地方填补一些黑色 眼尾的部分呢微微翘起来一点 就把大致形状描绘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真的好上色呀 沾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换好久 不用沾 然后呢我们需要铺一些绿色在眼底这里 就用这个绿超级好看 再加深一下这个地方 我买这个盘子的时候 两盘然后它送了我一些刷子 还有眼线笔 然后里面正好有一根绿色的 高光 我才用了几次 我感觉它都哭了 这个颜色呢主要集中在中间 其他的地方呢 换一个稍微红一点点的颜色 再沾一点这个绿色的眼影 这样看起来好像根本不用打那个笔 直接涂这个眼影就好了 这个妆容就完成啦 我要去换一下发型 这个盘子是Octifor 未来语言十色系列眼影盘 开箱的时候你们就都看到了 那咱们来试个色 看到了吗 看到那么延展度 这个是一个珠光 这个是一个偏人鱼金一点的颜色 我眼睛上面的这个金色 哇 烫金人格 到这儿了 然后是这个黑色 叫枯萎颂额好像 哎呀歪了 尖叫卡隆 眼睛上的这个颜色 这个是拉姆达绿 就是今天的主题色 哇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看到了 一圈了已经 银翼补手 底色是白 偏光是粉色 拉姆达绿的这个颜色 你看它也是偏光 正光是绿 深色的部分呢其实是紫红 是叫变色龙珠光 这个是进口的 一个角度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摸起来这种手感就是 尤其是你轻轻的摸起来 感觉它上面好像有一层绒面 就是因为细腻 大家用的时候记得抖刷子哈 真的很显色 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 就没有脱妆 没有掉粉的那种情况 像今天用到这种什么 尖叫卡隆啊 这个人鱼基色 安塞波 这种是非常日常的颜色 淡淡的日常妆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叫现实 这个更偏暖色系一些 挺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这种感觉 可以出的妆这样也挺多的 喜欢这种配色的呢 是可以考虑入这个盘子的 一点都不菲菲 而且还特别显色 这个盘子的蓝色版本我也有 下这个出视频 我要再挑两个颜色 给大家展示一下 拉姆达绿 然后还有一个银翼补手 这两个颜色 这样子也蛮好看的 我到家了 现在我要从这个 不管是high fashion 还是low fashion 非人类外星人 装扮鬼鬼道人类了 新买了一个西叶妆油 对我又入了一个按压式的 刚买的就想试试它是不是真的 像宣传的那样三秒乳化 然后还不油 还泄得特别干净 这个其实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使用方法 60秒静测美积方法 我现在呢就按照它说的这个步骤来试一下 我现在满美同摘了 日炮就是可以这样直接丢 第一步呢是干手干脸 挤两三泵在手心上 一二三 诶 没看到 然后让手心的温度给它加加温 第二步呢是从下巴的位置开始打圈 涂抹全脸 先干着的 哇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可以呀 这唇 我这个全都是这种大闪片 还挺舒服的 这个地方我刚刚画的特别的贴近中间 我感觉我就这样一直冲一直冲 没有迷眼睛 还不错 它这个好像是全植物的来着 对对对它这个是纯植物的 然后第三步呢是沾一点水 然后乳化开 瞬间乳化 可以看白的这个部分就是乳化了的 一直按摩按摩到这个彩妆溶解掉就可以了 看这个地方 其实蛮干净了 还有对于说你看 这个亮片口红已经完全化开了 现在就最后一步用水把全脸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现在洗完了 用这个擦一下 可以证明卸的还蛮干净的 已经很干净了 还有最春 我本来就是中间有点白 还挺干净的吧 凡西小方瓶呢 确实是乳化的很快 刚刚大家看见了我接触水 然后稍微揉一下 迅速它就开始起那个白色的了 在卸的同时 就已经能够明确的感受到那个妆掉了 还有像这种嘴上呢 我涂的那个亮片的那个唇又眼影 真的是相当难卸的 平时拿来卸日常妆肯定是没有问题 而且这个特别的温和 就我刚刚感觉就揉揉揉到这个地方 在眼睛里面没有关系 如果画内眼线也是可以卸掉的 像这种按摩啊 乳化了之后卸妆的这种形式呢更温和 就很适合怕拉脸的宝贝 大家可能会很担心它糊不脸 闷痘啊闷闭口 这个就是你感觉不到它很油乎乎的 就是你涂在脸上它很温和 然后它可以迅速乳化 所以感觉用起来就比较清爽 敏感肌也可以用 它不含矿物油那些 这件衣服本来不是这样子的 我把它倒过来了 这是后背的拉锁 看起来竟然也还不错 对吧 谢谢大家来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评论点赞收藏准发 努力投名赞给我们拿来 再见 再见 再见